网传 二年三月杀青 如今过去已经整整一年时间 按照正常排期 星成一清欢本该在年初就上线的 然而由于女主在舆论方面的影响 就算剧近期过审了 剧方也敲摸宣传了一波 可不管是平台还是网友 都不太支持能够播出 前者在片单里 达根没提到剧的名字 后者的风评走向 则大多数是不赞同的 其实作为一个AP改编剧 这部剧是有爆款潜力的 现代衣时穿越架空时代 与霸气王爷快意爱恨 相差18岁时看点 从已曝光的路透可以得见 剧组对原柱框架的还原度是有的 原冰眼有身穿白衣的镜头 这证明穿越是真的穿 原作讲述了现代学霸一招意外 来到历史上未曾出现的时代 化身为诗人眼中的蛇蝎嫡女 为了能够躲过阴谋算计 凤清欢编装风卖傻 颠暗暗培养自己的能力 在此过程中 原本对他留有偏见的王爷战青城 逐渐被他的改变所吸引 两人历经磨难转折 最终得以相守 霸道王爷与附和医师的组合 Deepside听书软件这一块的热度是有的 作为古早言情 剧方当初选择中汉良与袁冰炎来出演男女主 想必是看中了两人年龄差所带来的震撼 70后与90后合作 足足差了有18岁的两人 在官宣时便引起争议不断 直至剧目拍摄完结 大家的讨论还没有停止过 足见 如果按本来的路线走下去的话 这部剧不报 那起码也是热播的 只是可惜了 他反正是迟迟未能上映的了 错失了一部剧的机会 索性中汉良还有其他机会 如今年过40的他 仍是可以在言情剧市场打拼的 在合作了谭松运员冰炎这般厚备小花之后 与其搭档的新女主成了中女女神秦岚 中汉良走回选角舒适圈 搭档秦岚在街狗血都市项目 两女主各有魅力 谁在时间彼岸要影视化的消息已爆出 看过剧情梗概的观众是纷纷皱起眉头 男主的舅舅侵犯了未成年的女主 女主的父亲在追踪男主舅舅的过程中 意外导致其坠牙身亡 于是乎男主妈妈就道德绑架女主 必须要生下孩子 不然就曝光女主爸爸 让他爸爸的事业完蛋 无奈之下 女主只能在生下小孩后出走海外 在这种情况下 多年之后 等女主退役回国了 他还能与男主上演一段破镜重圆的戏码 这种设计比你灭我前卒 我却还能爱上你 来得更加的炸裂 狗血随处撒 大概是中年都市剧最喜欢的操作了 即使剧方方面剧透 会更改一些过于离谱的剧情 连剧名都改成了义武之城 但核心元素大概是不会动的 毕竟狗血剧 最大的卖点不就是超乎大众想象的故事走向吗 纵看钟翰良近几年选本的套路 其实他也摸索出了一众观众爱看的题材 他与李小懒的《今生有你》 同样是代求跑与追七火葬场 此次与秦岚合作 对方多年女神形象不改 秦岚的长相是正统的古风美人貌 龙眉大眼 面部线条流畅且折叠度高 平行双眼皮能最大程度放大眼睛 再加上他拍了那么多年戏了 眉眼中的眼神早就锻炼出来了 日常生活足够自律 人到中年保养得当 出席红毯活动 气质不比当红小花叉 俗话说红气养人 如今还能步步女主戏的秦岚 身上自有傲气的资本 单纯论颜值的画 袁冰岩极叠是他比小上好几岁 也未必如他兼验 电视剧的审核 跟演员本身争议有关系 但没那么大的必要联系 有的剧 主角犯的事情太大了 账号都被注销了 那正片自然是抬不上来了的 这种情况 剧放都懒得去送审了 就算过审了那也播不出来 而有的剧 演员的丑闻并没有厉害到 直接被封杀的程度 那既然投入了资金与成本 总得是要尝试一下能否上映 收回一点关注的 这后边说的 就是近期又有新动作的《清诚一清欢》 《清诚一清欢》删减至33集 剧放一直在做努力 女主争议人未改 袁冰岩陷入税务问题 工作室发表了道歉声明 她的事业进入软风状态后 带播剧的态度可谓是大不同的 彼时还在拍摄的狐妖 在她的事情登上热搜之后 立刻解除了与她的合作 即便那时她已经订完妆 试完衣服了 而洛花虽然在那之后 还发了一条动态 可那时给男主庆生的 与她一点关系也没有 芒果可是综艺嘉宾出事 连夜也要把马赛克打满屏的平台 要她顶着风险上去 几乎是不可能的 对比之下 淘场真就勇多了 又或者说清成一清欢的剧方挺猛的 就算平台盘点片单时 不带她的名字 剧方也要发男女主的双人海报 剪辑完就去送审 二年三月二十二日杀亲的剧 不到一年就拿到了审核通知 即将下证 可以说剧方是有在做努力的 然而敬业归敬业 由袁冰言做女主 这部剧未来的舆论影响 也不太大好的样子 首先她偷税漏税的事情 既然所属工作室都发话承认错误了 那证明她肯定是有错的 之前的法治嘎门 要么不出现在公众视野 要么跑去国外拍摄剧集 反正能怎么低调就怎么来 而她要是此时明晃晃地上了一部女主剧 即使粉丝能做数据 也恐怕有被举报下线的风险 正是因为女主有争议 所以才显得男主钟汉良很难得 钟汉良登真人秀展现综艺感 年过四十年鼓舞曾被群嘲 如今风频扭转 原本剧目观宣时 论口碑 男方才是那个备受吐槽的 毕竟与自己小18岁的女演员合作偶像剧 状态还不太好 这样的画面一出来 难免会被嘲笑有故意装嫩的心理 这一点 钟汉良想必也是清楚的 年纪到了 回到巅峰时期是不太可能的 但要在演技上做突破 还是在她的掌控之内 在《杀青特辑》里 钟汉良觉得不好就在哭 工作人员无疑不觉得她好相处 大概是为了剧目做宣传 在《倾城一清欢下正》的前段时间 她去到了我们的客栈做客 与唐烟梦回合一生肖末时期 原以为年过四十的钟汉良 会是那种比较呆板的性格的 其实不然 她跟同年龄段的有话聊 跟后背在一起也不拘谨 玩游戏很容易上头 各种小表情简直不要太可爱 在《杀青将近一年的如今》 两位主角的风评 已然发生了勤困逆转的局势 如果剧目真能上线的话 钟汉良才是好评与话题双丰收的赢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